我不敢不想不應該 再謝謝你的愛 謝謝 謝謝 不錯不錯 謝謝代言多好多錢 聽說00929今天穿歷史新高 要謝謝0056 還有今天台灣標股的形狀 其實都是00929的成分股 你信不信 還有 005的新增股地長的地利 在發威喔 福利市的獨家發現 重點是美國CPI 剛好及格而已 台股聽說還是要上萬八 偽賺葉達老AI 一起抽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城 嘿來看一下 00929創歷史高 要謝謝0056 謝謝喔 真的假的 哇塞 我們福利社獨家告訴你 今天超有梗的 而且我們還有0056 新增股 必掌定律 再發威啦 這個都是我們福利社獨家的 獨家的 看我們節目以後發現 台灣今天的標股 都跟我們標題有關係 對啊 因為00929 你看今天滑通 致意啊 然後連發科 然後那個晶圓 那個晶圓電器 哪一檔不是00929 哪一檔不是 我跟你講啊 解析節目要像我們福利社 這麼透徹啦 你就知道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為什麼這個原因 等一下 今年老師會講得很清楚 今天超精彩 這我福利社告訴大家 美國CPI剛好及格 剛好及格而已啦 這個就3.1啦 就是沒有驚喜啦 也沒有預期啦 沒有 好不好 就這樣 就符合預期啦 可是台股還會上萬八嗎 我來問一下老師 問一下明哲老師 尾串音樂達老AI 一起充 今天真的音樂達這些尾串 還不錯 還不錯 聽說跟大陸要解禁那個 不是 晶片 回答晶片 美國要解禁 回答大陸晶片 銷碗 美國要解禁 回答晶片銷碗大陸啦 好不好 聽說有機會啦 好不好 只說比較 低機期的 比較那個低階的一些晶片 那除了這一外 我們剛才講到 今天要吃什麼 00929的成分股 裡面有一檔叫做 起基 起基 來看一下起基 走勢圖 那個6285起基嘛 對不對 今天好強喔 哇 我們看看走勢圖強不強 看記錄線圖啦 一直到 哇 跟我剛才講 字役3596字役嘛 也是一樣 今天台灣股是要用 一個字 來形容 的話 走勢對不對 就是00929 好 00929八成一個字啦 為什麼 不然算什麼 00929 好五個字好不好 可不可以 五個字來形容 就是00929 都是00929的形狀啦 對 今天沒有什麼強勢谷 強勢谷都是00929 你不要多想啦 你一定要看我們福利社啦 好不好 是 盡量吃什麼 為什麼要吃 喔 起雞 欸 是什麼 起家雞 這爛哏 爛哏都沒有更好 都沒有更好 也是不錯 起雞就是起家雞 欸 至於要起雞 起雞就是起家雞 可是沒有一樂好吃 沒有一樂好吃 我今天中午剛好吃一樂 然後給我聽說 你有聽說嗎 他們餵我吃的 嗯 還不錯啦 還不錯 嗯 嗯 可是 它肉質比較好 其實比較多 一樂的是炸得很酥 哦 它肉質我覺得 有沒有起家雞的肉質不錯 嗯 嗯 這要三位 第一位啦 請教分醫師啦 第一位說要減肥了 你現在已經不蒸氣先吃了 謝明哲老師你好 我是 說短用餐時間 嗯 而且我今天我有一個問題喔 我為什麼 我剛剛在想說 為什麼我比雞哥少一塊 後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就是看腹肌的數量 因為你有腹肌嘛 對 腹肌的數量在發放 不是 不是你有一塊在腹肌裡面嗎 對 我有四塊腹肌 它有六塊嘛 對不對 合理 這個是合理 不過這個起家雞 我說真的我還蠻 對 把雞全部收手 它一塊腹肌都沒有 沒有啦 你看他要聚成一團了啦 我只是腹肌比較低調 嗯 對對對 但是起家雞其實我很常吃啦 我們說就是那個 你很常吃喔 小巨蛋那一家 然後我喜歡看棒球嘛 那個新莊棒球場 對面也有一家 好是喔 對 所以其實我還蠻常吃這個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 當然 剛剛你們說 乙樂比較好吃嘛 但我 因為我沒有吃過啊 所以我就等那個 哲哲拿時候招待我吃乙樂 我就知道說 乙樂什麼味道 多來幾次可以吃到 沒有錯 那真的常吃我就先收走囉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可以吃 不是啊 你這樣說 啊你這個大巨蛋 那個去的沒 我有買到明年三月的票 就是巨人隊的嗎 樂天隊巨人 哦 樂天隊巨人 可是你根本不是樂天球迷啊 我是樂天拉拉隊的球迷啊 可以吧 這好笑 對啊 對啊 欸對喔 沒拿金水口耶 又看樂天拉拉隊 對 每次 每次我朋友都問我說 你到底去球場是看球還看妹 當然是看妹啊 當然看妹啊 你看球去球場幹嘛 是啊 你在看電視就好啦 看電視還要慢慢多解析耶 對啊 是不是吃這個人多近啊 能放大嗎 是不是 沒有錯 看妹還有 你還有 汗 汗香味嘛 是不是 髮香區 髮香區 不要講跟吃汗一樣啊 有這麼遠嗎 我覺得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好啦開玩笑 好啦 葉明哲老師 來 想要數 MONE11899 吃一塊就好 不要吃太多塊 我現在那個 怕你想睡覺 想睡覺 我也會想睡覺 真的 尤其是炸的 第二位 來啦 雞丁老師 何雞丁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雞丁老師 雞丁老師 我們那天正在討論 有一檔股票 何雞 對 何雞你以前推薦過 何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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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頂 結果你不推薦這檔股票 你看何雞丁手勢 你要看何雞丁 何雞丁手勢 你看 何雞 今天軟掉了 難怪今天軟掉了 何雞軟 你一走完就軟掉了 我們接下來介紹 何雞軟先生 軟今天先生 軟今天 那這家 我覺得韓式炸雞 都對我來講 口味是稍微 比較偏重一點點 那 剛剛呢 我一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盤 我就跟製作人講說 喔 怎麼每次都要逼我吃雞啊 他跟我講說 阿不然你不要 然後我就 好 很不爭氣的說 還是給我好了 多好了 你看 對啊 對啊 明治老師被在偷吃了 說好吃兩塊了 很大光明的吃 欸你不是說好要腹肌 難道你要我幫你畫嗎 我有腹肌啊 他只是隱藏錢 說過了 對對對 喔喔 好好好 低調 下次可以用畫的 我覺得腹肌低調奢華 我也快不見了 最近很難運動 好 好啦 那這家不錯啦 我覺得大家有空可以去吃一下 如果喜歡重口味的話 我覺得還是就是 有一些比較 比如說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 像麥當勞那一種的 是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好 比較酥脆一點 好不好 我比較喜歡酥脆感 今年老師的Line 小鼠GD1788 第三位 哎呀 跟我一樣剛過生日 是啊 這個同一天出生的 好 燕麗姐 妳好 嗨 大家好 這炸雞看起來蠻好吃的啦 對啊 可是妳剛剛很少吃吧 妳是還保持得好 我不吃炸雞的 妳都不知道 嗯 好啊 那如果把皮剝掉呢 也不太吃 所以妳有雞都不吃 不是啦 就是雞胸肉可以 不是嗎 對啊 要給明哲啊 要給明哲啊 她要保身一下 他們兩個還剛剛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吵架啊 對 就吵架一下 就看要分給誰 這樣子 基尼老師妳喜歡吃雞喔 我 我當然也蠻喜歡的啊 我剛剛不是說製作人說 欸 每次都逼我吃雞 他說阿爸妳不要 對啊 可是我不知道妳喜歡吃成這樣子喔 其實我以前沒 我以前也喜歡吃炸 我現在身體的關係 我覺得 不知道 到一個年紀 妳覺得吃炸會有負擔啊 妳知道我們跑三鐵就是為了吃嘛 沒錯 阿爸妳說我為什麼要跑三鐵 跑到膝蓋都快壞掉了還在跑 對不對 你看明哲老師他 他不用跑三鐵也是可以吃啊 我吃三塊 我吃三塊 吃三鐵吃三塊好不好 沒錯 明哲老師蠻幽默的 好 艷莉姐今天在忙嗎 妳還有明天 妳還要告訴我們那個美債的秘密 秘密 好不好 到底值不值得買 好不好 謝謝艷莉姐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不能再吃喔 聽說有折制的頭都很大 什麼東西 真的啊 真的啊 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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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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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頭 手指頭 沒有筆錯喔 沒有筆錯喔 腳指頭喔 中指 中指 還有什麼頭 看起來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大吧 亂講命就是妳頭比較大 我應該略小吧 略小 我略小 沒有 這是因為我站的比較前面 對 鏡頭的關係 沒有吧 沒有嗎 給點面子嘛 我第一次覺得我比較挑 好 可是您過去一下 不要比 好不好 這樣讓我覺得壓力有大 怎麼說 因為那個忽悠 氣 龐然大悟 拔山倒數而來 對 所以真的不能夠刪除那個古文 對 該一名則也 對 沒錯 該什麼 你有學過 Coco你中文變好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假如我們剛才上面那個古文 應該就是 應該是說好幾年前的事好不好 可能已經出生 已經可能 要35歲以上的天頭 我們在講什麼 應該30年前 我可沒有35歲 你沒有30歲 坐我那個位置就會受到我的熏陶 我覺得合理 對對對 Coco沒有35歲 30歲之前 至少30歲了 好我們不扯遠了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CPI剛好及格 對 台股要上萬八了 來看一下解釋 好這個部分當然其實 昨天晚上公布了這個 那個美國11月份的CPI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 10月份年增率是3.2 那公布出來是3.1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談過 那個克里夫蘭聯儲 他的那個預估值都會比實際公布出來的值 好像稍微低一點 但是這一次沒有 對 但這一次沒有 槓估了 對因為預估是3.04 公布出來是3.1 對 那市場預期也是3.1 總算有稍微小共過一次 對沒有錯 可是還是符合我們區間的一個預期 只是沒有錢重 有點頂到那個上限 對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其實 某種程度上面只能夠給他一個及格的分數 今天股市也是及格 對也是及格 只有及格而已 對 那另外其實你包括月增率 包括了核心CPI年增率 以及這個核心CPI年月增率 基本上都是符合預期的一個水準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分數 剛剛那個哲哲也講到了 他就是一個及格的分數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進入到12月份 CPI還會再往下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來看 在昨天這個西德州原油 他的價格是來到了波段的新低 對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的油價往下跌 當然代表你的CPI 還會持續往下去做下跌 但是原油跌那麼兇 我在想一件事 是不是早就景氣有下滑了一些些 不到衰退 可是真的有降溫的 的確 不然你怎麼跌成這樣子 對就是市場的需求沒有這麼強 你看這個前幾個禮拜的OPEC還開會 結果開完會之後 油價也是完全沒有反彈 對所以代表市場的那個 說話要減產 對經濟的確是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樣的強勢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確是如此 不過整體來講的話我覺得 只要我繼續往下掉 這個對於這個 所謂的通貨膨脹的角度來看 應該都還會是一個 比較正面來做 可是現在大家就是 比較怕的是 到底是 降 是通貨降 是這個降 是硬著弱的降 還是軟著弱的降 對 所以你說 所以這個部分呢 當然其實這個聯準會的傳聲筒 就是他最近有談到就是說 在明年凌晨 這個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不太可能討論到降息這個議題 當然大家其實會期待說 降息之後 這個資金會進入到股市 但是目前這個聯準會的態度 應該說傳聲筒的態度 他是認為說 不太可能會討論到降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說要多數官員 他認為說如果接下來要做降息的話 大概是兩種情境 那明年應該是降息是確定的 但是兩種情境 我覺得代表的是不同意義 一個意義是 如果是經濟趨緩 失業率攀升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叫做硬著弱 那如果是硬著弱的話 當然其實對於股市來講 就沒有那麼理想 但是如果說是 慢慢的降回到疫情前的一個水準的話 是軟著弱 對這個是軟著弱 對於這個股市來講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废的官員 大多數都是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好今天華爾街日報 對 就有說葉倫認為 對 接下來不是硬著弱 不是衰退的 沒錯 而是軟著弱 對因為事實上 今天他剛好訪問那個葉倫 那葉倫他就講說 他其實認為這個 通膨率應該會緩慢下降到聯準會的目標 而且他覺得就是最後一里路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困難 是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比較正向做解讀 好 對 這就很重要 老師我們看一下 這是最新的新聞 好 老師 凌晨三年半 你不知道怎麼說 對 那我們要先看一下上次他怎麼講 那11月2號的一個會議 談到勞動市場是說 勞動市場供需趨於平衡 那因為最近期的這個ADB的就業數據 其實表現也都還不錯嘛 所以整體我覺得 就業市場應該還是維持比較正向的一個看法 那至於說通膨的看法 上一次的一個會議當中談到 堅決制律將通膨恢復到2%的目標 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我們剛剛談到油價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原本是很長的路要走 但這一次會不會換成那個博爾特 這個機哥可能知道啦 亞馬加閃電 全世界跑最快的男人 看那個很長的路可不可以縮短一點時間 我覺得是這一次可以做期待的 那另外升息的看法 11月2號講的是說 為什麼沒有講到他 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講博爾特 那就跑得比較快啊 他退休了 退役了 退役了嘛 因為我也快退了 不要不要這樣的時候 跑三鐵的啊 然後沒打一次 然後博爾特打一次 我三星期還去打了一個外密集 真的假的 有必要 他有必要那麼 欸不是你介紹的嗎 外密集不是啊 是人家留言啊 喔是人家留言啊 我有看到你的留言啊 喔是喔 你節目留言都幫你看了 不是你介紹的嗎 不是啊 他不是在外面留言 我看到有人留言給你耶 喔喔喔 你看我把你都幫你看留言耶 對啊 我好認真喔 對啊 我知道目前為止 玻尿酸 見到鬼喔 玻尿酸最有笑喔 打膝蓋嗎 打膝蓋 對啊 後遺症很強耶 是 我們就是要建議大家跟我一樣 一次跑步不要超過四公里 是啊 我差不多是三到五 差不多 對 你看你看 因為你解釋很深情 深情狂狂的看著你 希望你為你好 這麼好帥哥 不要 我跟你講不要到時候都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告訴你 不是因為能到一個年紀 真的膝蓋是消耗品 不要逞強 對不要逞強 我還年輕我心情還不定啊 沒有 沒有因為我 我跟你講我一開始也是像你這樣子 然後很想要好鬥想要怎麼樣 可是我聽到太多 很多就是比較年紀大的人發現 他都是過度激烈運動的 因為其實就是消耗品 雖然你身體比較輕我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們兩個更不行 因為我們更是我們更消耗膝蓋 對啊 對啊 沒有啦你不行了我瘦一點我是還好啦 真言說瞎話 真言說瞎話 好不好 好啦 很怒了要走 告訴你 你看我們這個還告訴你養生 真的好不好 原廠比較好啦 原廠比較好 不要去什麼AM的啦 不要去什麼複產的啦 不會比較好啦 好 生息的看法就講到說 就是沒有討論降息啦 所以 這些說法嘛 那你覺得包括今天晚上怎麼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嘛 就是 勞動市場我覺得應該可以 比較樂觀一點點 那通膨會持續往下降 看速度有沒有加快 那你覺得 那跟這些講法一樣喔 你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 應該差別不會太大 會不會 會不會更割拍一點點 如果我升級結束了 如果以剛剛葉倫的講法 我覺得會隔拍一點 對啊 因為葉倫今天真的蠻肯定的喔 對啊 他有告訴你 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看到不只 不少數據啦 真的有下滑 因為我告訴你 我認為一件事情啦 我看左邊啦 原油這種下跌方式 我告訴你應該 早就已經有些數據已經下滑了 不然不會這種跌法 沒有錯 我認同 不然不會這種跌法啦 所以他們這些數據 華爾街的 應該不是華爾街 應該是葉倫或是FED的 那些官員看得到 沒有錯 所以他覺得 數據還會 就一些秀業數據 景氣數據還會下滑 對 所以他應該會講一些 比較溫和的話 對 偏割派 好 那就今天有機會展囉 好不好 跟大家講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 今天大家可以關注的重點 接下來我想我們就可以看 整個台北股市 對 那當然剛剛談到就是說 這個CPI找出來是 極格分數嘛 是 所以當然最近其實感覺有點 這種所謂 極格分數的走法 就是那種高檔的 橫盤震盪整理 但連續兩天其實都拉尾盤 對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還是比較偏 這種所謂比較高檔整理 但是還是比較偏 強勢的那個折局 就落中有點 透強這個概念 事實上你從籌碼角度來看 其實我覺得也是如此 為什麼 每天的籌碼都漲啊 你放大 就漲一點 每天漲一點 對啊 他其實也沒有修正 往右看一下 點數 好 所以你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階段其實 都還在維持在17500點附近 這個其實算是很強勢的一個整理 算強啊 你看也下不去 因為漲太快也不好 對 沒錯 一下就沒行情了 就是總是要休息一下 就是你跑步不能一次跑太久 要不然膝蓋會磨損 是啊 有些人就喜歡塵牆 沒有錯 塵太強漲上去的一下就下來了 是慢慢漲不是很好嗎 我們下來我們會一直跑上去 人生一下路 一直跑上去 那幹嘛打外密體呢 幹嘛打玻尿酸呢 幹嘛打PIP呢 都打喔 真的都打 辛苦辛苦去 可以有分享心得了 好 要心得請下面留言哪一題 還比較好 我在留言 試用者 我看運動選手打那個寫小板 PRP PRP PRP沒什麼用我打過了 真的喔 對啊 聽說跟人的血有關哪 因為有些人血就是比較不補成分 比較低一點點 好啊 你再講我 我請問你幹嘛打外密體 外密體的話 還不是因為你PRP沒有效 哈哈哈 被發現了 好不好 好 好 就講養生保健啊 不要扯啊 老師告訴我們 人有時候人跑 人不要以前是這樣子 以前人跑10公里就跑10公里 對 現在人跑3公里就跑3公里 慢慢跑就好了嗎 沒有以前我以前如果要跑10公里 我只跑5公里 一直都是這樣子 你完全沒有睡福利 完全沒有睡福利 對不起 對不起 請把他身體全部打馬賽克 對 欸欸 叫你打馬賽克全部打滿喔 不要把整個畫面 留臉就好 留臉就好 好啦 老師啊這個人 跑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比較好 沒有錯 對沒有錯 所以你覺得這是 比較對台股是中性 偏多的一個行情嗎 對啊 因為事實上你看那個 外資的態度其實也是如此啊 你看喔 現在大家都在看那個什麼 外資 對你看 他的現貨是買超 然後期貨大家都講說那個空單破萬口 對不對 是我們來看一下期貨 對你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他是全面看空 他是期現貨全部偏空 是啊 對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就是 一下又要公佈CPI 一下又要立立決策會議 所以我稍微閉個險嘛 是 對那如果說那個明天沒有太大的問題的話 空單開始回補 搞不好期貨就帶著現貨走啊 是啊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今天葉倫講那麼溫和的話 沒有錯 如果我今天BOWER是想稍微溫和一點點 他不會講降級兩個字 可是他溫和的時候升級到頂的 或者我對通膨降下去 我非常有信心 沒錯 那就噴出去啦 對 那這個就可能空單就會減少啦 對不對 其實我也建議BOWER可以 可以跟我們一樣啊 吃個什麼起家鴿之類的 是 吃鴿子 對啊 起家鴿子 你是好笑 鴿子 鴿子我不敢吃啊 我也不敢 吃過嗎 沒有是沒有 是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今天有點冷 沒關係 我會盡量 我會盡量陪你笑的 好不好意思 來 回答另外一個東西啊 今天因為今天音樂打暫停嘛 對 那有人是覺得跟輝達有銷售 跟輝達可以銷售通貨有望 那頭版新聞有這些報導 當然有一些IPC資產的一些 的新聞出來嘛 是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你輝達晶片 真的有機會喔 因為之前 雷蒙多還誰敢搶誰 他真的是很有趣喔 就是 今天的雷蒙多打臉昨天的雷蒙多 怎樣打臉 他原本是講說 你那個回答不要亂搞喔 我們要為了國家安全 你不能夠把晶片賣給中國 如果你現在要 為了規避我們的法律 我馬上就修理你 為了規避我們法律 然後找一個比較一款的晶片 哇 這個不是在我們規定的範圍內 然後賣給中國 我馬上今天可以為你修改法律 禁止出口 對 所以你看喔 之前是這樣講的那麼強硬對不對 結果昨天講什麼 講說 美國政府正與揮答 討論 允許向中國銷售 AI晶片的議題 對 所以簡單來講 會討論就代表有一些 達成共識啦 就是說接下來 整體的那個 揮答應該是會有機會 向中國銷售晶片 所以 聯盟多是表示說 揮答會像 應該會像中國銷售AI晶片 因為大多數的AI晶片 用於商業應用 因為他之前講的是國家安全 怕他拿去用那個軍事的那個部分 但大多數商業應用其實 某種程度上面我覺得不應該限制 所以市場預期就是說 如果最終美國有條件放行的話 揮答晶片代工的供應鏈 將同步受惠 那為什麼這一次大家都會討論那個 中國議題那麼嚴重 因為說真的 揮答在中國的銷售佔比 真的非常高 你如果說從這個 他的銷售佔比來看的話 美國佔34.8是最多的 然後台灣是23.9是其次 中國其實也佔了22.2% 所以少了這個市場 對於他來講 真的是影響很大 我不知道台灣市場那麼大 對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能夠燒中國 那假設揮答的股價 又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對於這個國內的AI概念股 當然是帶動 至少是利多不會是利空吧 沒有錯 對 老實講的有道理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好 那另外像是這個 音業達自製AI晶片這件事情 那 音業達在這個昨天宣布 拿下兩家國際大廠的訂單 其中更傳出一家廠商 將來做 將用來做為AI PC來做使用 對那市場認為 音業達成為本土電子代工廠 首家有能力自研AI晶片 而且拿出實際成績的企業 簡單來說 他過去是那個毛三道四的醜小鴨 現在可能變毛三十 對 到四十 一下變成 變成那個 五十六十都有可能 變成那個IP股 本來是那個街頭流浪漢 後來發現 因為他是首富的兒子 對啊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你舉個例子真的好耶 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358 本來是明哲 後來是哲哲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你開玩笑的 對 所以你看今天 你看 不要介意 我剛剛認識 我剛剛認識快二十年了 你看358億的股本跳空漲停 這個完全就是我以前那個 在籃球場的綽號 什麼 飛天電冰箱 電冰箱 飛天 你這個非常震撼感 如果是飛天電冰箱 我告訴你 我根本就不敢攔你啊 對啊 誰敢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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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本那麼大跳空漲停板 對啊 你這形容很好耶 他就是就是 籃球場上的你 飛天電冰箱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很沉重 為什麼 因為他營收那麼大 對啊 骨本那麼大 電冰箱其實很沉重啊 是講電冰箱不是講我 對 電冰箱那麼沉重 就是他一樣 他股本那麼大 對 你怎麼上去 可是你看今天輕輕鬆鬆 輕周以過萬重商 跳工漲停板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老師 所以你看看就是 你看音樂達帶頭衝 今天有很多電子代工廠股 叫做檔 包括 有哪些是飛天電冰箱概念股 人保漲5% 偽創漲2.65% 他說字 飛天電冰箱 飛天電冰箱 合作漲2.05% 那廣達是平板 不過整體來講 你會發現 這個族群表現都還不差 這不錯 一人得到了 雞犬升天 電冰箱升天 電冰箱升天 對 好好看一下 所以這些補靠好像不錯 所以我們要快速來看一下 來 有什麼股票 就音樂達 美女有理你的 Coco今天才理你 其實我是醫生在家 就是問問題的 我知道啊 對啊 所以我們當作沒有看到 Coco的型是你喜歡的嗎 我 我都喜歡 是對方不喜歡我 出外人 出外人吃節肌 我知道 怎麼跟昆山老師一樣啊 對 但是對 我都可以 都人家不行 老師有時候不要鏡頭外面 你不是因為怕判 然後鏡頭外面 沒有我想靠Coco近一點 靠Coco近一點 謝謝老師 搞不好我也是那種 什麼流浪漢變成富二代的那種概念 到時候要記得拉拔我們一下 對 沒問題沒問題 那對我好一點 他如果明哲就是現在突然就是從流浪漢變成富二代 你會覺得他有機會嗎 可以先相處看看 還是要是一個帥的富二代 我懂 可以先相處看看 你知道明哲聽了幾次嗎 真的嗎 哪有 有些人連相處都不要 所以你願意跟他相處是不是 對啊 相處可是要花時間的耶 花時間認識啦 你媽 願意花時間就是好事 好 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問題 那如果接下來音樂達 他會不會擴散到其他族群 你會覺得會是接下來是誰呢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啦 那最主要因為他畢竟是電子代工廠 所以我覺得會往這個電子代工這個領域去做擴展 所以我覺得後續兩檔指標股大家可以看 第一個當然就是音樂達 因為剛剛講到說他的晶片 叫Victor Mesh 基本上他可以變成AI的晶片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成長動能其實就會變得非常大 對 那其他的個股我們剛剛講了嘛 就是 偽創如果說接下來回答沒有什麼問題 那股價開始漲 那對於這些傳統的老AI概念股 他是這樣對我表現的機會 變老AI 我跟你講你不用說什麼 IPC日財就給它100倍本益比 不用嘛 你比如說10來倍的本益比 10倍的本益比 你變成20倍 對 就一倍啦 就一倍啦 沒錯 股價就可以一倍啦 是不是今天展停板很正常 對 所以這個音樂達總是咱們繼續看 所以音樂達你就還有機會展嗎 我覺得還有機會啦 因為如果說你看這股價走勢 其實前面 有畫這條線 對啊 前面是一個橫盤的正在這裡 輕舟就穿上去 輕舟已過萬聰山 是這樣子 沒錯 這時候就要去吃個輕舟小菜 飛天電冰箱 就過就飛過去了 好 對啊 從飛天電冰箱裡面打開來 又是裡面有輕舟小菜 沒有錯 好 輕舟已過 所以你看喔 它之前晶片有這個低功耗 高效能高彈性 是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其實是它的優勢啦 而且重點是它不是自己嘴巴講 重點是已經有人在用了嘛 不要嘴巴說嘛 而且是一次拿兩家 對啊一次拿兩家 代表它已經低調已經研發很久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非常強的一個成長動力 那今天跳空過季線 當然技術面出現轉強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持續做留意 還有機會在漲 我覺得還有機會在漲 好 謝謝老師 來我們看下一團股票 那另外像偽創的部分 剛剛談到 偽創給救救大家嗎 偽創去那邊 還有沒有到季線嗎 還沒還沒 現在還在下面 是不是沒救了 我覺得也不會 不要說沒救 是不是像核基頂的膝蓋一樣 有救 那我覺得有救喔 有救喔 再打一點東西 打點東西 強心針給他打壓 就OK了 笑得很開心 這個比喻我覺得有點難耶 有點難 怎麼辦 很難喔 那飛天電冰箱的比喻有比較好嗎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還不錯吧 還不錯吧 我說偽創就像核基頂老師的膝蓋 然後葉莉姐覺得有點難 基頂老師覺得 那個 葉莉姐覺得沒救了 基頂老師覺得還有救 我沒有說沒救 我只是說 你要講清楚喔 我只是說有高度的挑戰性 喔 或是要換手 不是那個是 換膝蓋台那個 我們年輕人比較喜歡挑戰 有挑戰的事情我們特別喜歡 唉 我跟你講本來有些人對我一串 有 感覺有機會的 聽到形容說 我外皮已經打下去囉 皮拉皮 玻尿酸也都給他打下去 我相信他是有救的 哇塞 那不就是跟那時候長龍一樣嗎 200元的過程中嗎 EPS出來了嗎 還好說還好成要庫產股嗎 是不是 還要發高股力嗎 對 全部都有嘛 就這有沒有救 時間要久一點啦 你要給他一點時間 但是你看他股價 反正就是結論嘛 對啊 庫產股也有的話 然後什麼EPS也有 然後股力也有 之後還救不起來就沒救嘛 對對對 外皮體也打了 布拉松也打了 PRP也打了 還是100 100就沒用了 還是90塊 還是90塊 那就沒用了啊 對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沒有過敵 剛好92共識嘛 我們都有共識嘛 對不對 我沒有那個共識 有有有 你是一個膝蓋各自表述啦 一個膝蓋 對啊 所以其實明年成長動能還不錯啦 就今年有回答嘛 那明年還有AMD跟Intel會加入貢獻 所以法人士預估說 他的GPU伺服器 會有三位數以上的增長 就是超過100%啦 那新產能會在明年開出 然後明年初開出 然後下半年還有一個新竹的 AI智慧園區的產能會開出 所以有產能代表其實有訂單啦 其實我是覺得是有機會啦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哇 今天學到好多東西喔 你覺得明哲老師也蠻幽默的嗎 老師很幽默喔 其實明哲你應該喜歡幽默一點的 我覺得你要給他機會一點啦 好 OK OK齁 真的齁 我幫你們訂好了 餐廳 哪裡 哪裡 其實明哲老師反而低頭了 不要了 我剛才剛才說我幫你訂在餐廳的 我正想要拿筷子而已 我正想要拿筷子而已 我跟你講一件事 眼中只有雞 你讓他吃吧 你讓他吃吧 難怪他家不到女朋友 我幫他實在多多的忙 他覺得女色更不重要 食物比較重要 吃雞比較重要 是 人家是食色性耶 代表我 明哲老師是食食性耶 代表我是老實人啊 他根本 他嘴巴講什麼 對你覺得很不錯 漂亮更不重要 他就放棄了 他覺得食物比較重要 他耐性低頭 低頭 吃便當 來啦 想要說 MONEY1899 都掃描這個QR Code 都可以加上老師LINE 我覺得老師還蠻幽默的 而且他其實你有時候看到 在非凡的跟大家媒體 其實他準備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信手你來 他是常常準備的 非常多分資料 對啊 也是研究員出身的 明哲老師學經理也是非常好 記得加上LINE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滑通 啞光 啞光 不能吃的齁 沒有沒有 突然想到要講這個 你知道嗎 講完你今天就比較沒事了 快點 先讓我把兩張講完之後 你講的時候我就可以繼續 快點 滑通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他是HDI版龍頭 所以手機市場的一個復甦 當然對於滑通來講 我覺得是會 比較明顯在明年會有一個 所謂轉機性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其實也是那個 低軌衛星這個 這個 接收站的那個主板的一個供應商 所以明年當然大家對於那個 低軌衛星的這個運用 或者是商業化的運用 我覺得是有比較高的期待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的一個股價 他沿路往上攻擊 這一波回測 他其實也沒有跌破月均線 然後股價就再度往上去做公高 所以他沿著月線往上漲 這個其實原本就是一個強勢多頭的格局 我是認為說股價應該還有在攻擊的空間 那另外在3019的 你也太快了吧 老師很想趕快吃啊 對啊 對啊 2313的什麼 滑通 滑通 對不對 我補述一下 老師剛剛有講到00929的成分股 對 這個我們補充一下 是00929的成分股 所以我說過 今天台灣股市形容 一個詞 五個字 就是00929 今天強制股都是00929的成分股 沒有錯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另外像是3019的亞光 那這個是光學鏡頭 大家也都知道說 其實這 過去這一個禮拜 其實光學鏡頭從大力光開始 開始有一點往上同步帶動這樣的一個走勢 那亞光他其實做的是這個所謂的 目前主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大概是往那個車用去做一個擴展 去年佔營收4% 今年其實成長到8% 大家會覺得好像只有成長4% 但是你看喔 然後他的那個比重是從這個 等於是成長一倍這樣的一個幅度 而且11月份的營收 其實也創下過去這一年多以來的一個新高 整體營運的表現表現是不差 然後加上說他在那個車用鏡 車用鏡頭的一個部分 包括美國包括了中國 其實都有接到一些這個所謂大車廠的一個訂單 所以我覺得在後續的一個營運的這個 這個成長力道上面 應該可以逐步去做一個增溫 那過去這兩天呢 他的股價是有點突破這種所謂低檔的平台整理區 技術面也是出現轉強喔 然後這個投信其實在最近期 也開始有出現一些買超 我覺得這個都是推升後續股價的 這個往上攻擊的一個動力 好 有機會推升那個後續的一個動力 就是什麼 外資是不是 投信 投信的一個買超概念股 亞關 最近有在買了喔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明治老師總帳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然後我們輪到下一支期 和姬鼎老師告訴我 M31乘起 你要怎麼樣 你要說你腰很瘦 是M號的31乙 大家都知道我講了好久這一檔股票 M31真的不錯喔 你看我幫你形容這檔股票 大家都知道這M31是你講的 你看我代表多好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最近其實盤面上除了00929的成分股 蠻強的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主群也真的非常強 就是高價股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四星是不是又再創新高 台股就是盤在那邊 明治老師你認同他講這句話嗎 高價股 認同 讓我知道 你讓他吃 你不要這樣 你讓我講 你讓他吃 各自滿足 各自的需求 好嗎 我都餓瘦了 你知道嗎 你什麼 我都餓瘦了 他瘦了 你要不要對比一下 剛剛節目一開始 我的那個寬度 請對比 對啊 瘦太多了 他到現在都瘦了 你就讓他好好的吃 讓我好好的講 好不好 好 那高價股表現真的很強 看一下四星的部分已經突破3600了 那今天的大盤震盪 四星還是照樣再創新高 而且帶動了所有的高價股 幾乎全面都向上什麼 立望啊 翔碩啊 對不對 全面都向上 所以我覺得高價股這一塊 大家真的都可以留意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不要覺得高價股高不可攀 其實現在有盤中零股交易啊 其實你要買幾股就買幾股嘛 你不用去在意他的股價 可是 我們的製作人 他就是不讓我全部選高價股 他說你要拼命一點 不要每次都選那麼高價的 讓人家買不下手 我們福利社做一個宗旨 點餘率高最重要 哪個話題樂我們就趁他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做講高價股 所以我們今天就選了兩檔 那高價股的部分 我幫大家選的還是M31 M31的部分 他其實做那個基礎元件的吸制材 那基礎元件的部分 為什麼這麼受惠 大家想想現在 所有的高科技的公司 全部都要發展AI相關的晶片 包含什麼 微軟啊 臉書啊 亞馬遜 全部都要開發自己的晶片 那他們都要開發自己的晶片 要找誰做 那倒是台積電嘛 對不對 那台積電他只要每生產一塊 那個晶片 那其實啊 那個矽智財相關的一些股票 都是受惠的 就是M31的部分就會受惠 所以他未來營運是持續的看 10月份的營收呢 年減 但是你會發現他股價還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所以我們直接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今天股價再創新高 KD指標已經到達相對高點 這三天之內都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今天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M3已經賺一千塊了 一到一千塊拉遠一點點 年初的時候最低還多少 再拉遠一點點 哇你看 才四五百而已 五百塊而已 五百多塊 哇已經攢一倍了 真誇張 何經理老師下一檔股票 好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陳啟老師 好陳啟的部分剛剛有講過就是 輝達的部分 現在美中經理好像有點放軟的味道 因為雷蒙多嘛 他現在要放寬就是 輝達對中國那邊的晶片出口部分 所以那個陳啟的部分 他本身就是中國那邊七彩 七彩虹公司的一個子公司 他專門就是製作輝達的GPU晶片 那所以呢 現在美國要開放了 對陳啟來說都是利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 11月份的營收是7.6億 年增35.7% 營收非常好 那股價的部分 哇看一下 他股價在45到50塊 打底很久了 那到今天來講呢 他才突破了 這個平台我們畫一下 大概四個月 大概四個月 這區鑫整個平台整理了四個月 對整理了四個月 有沒有整理很久了 拉遠一點 今天 終於突破了前高 50塊的關卡 所以短線上來講呢 他只要不要跌回去 這50塊的關卡 他後續呢 我就認為在三五天之內 都有機會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50塊這個關鍵點位有沒有守住 有守住都值得大家再留意 再進場 謝謝金妮老師 來 立台跟志毅 老師你好 好 我先講一下立台 其實立台的概念 剛剛跟老師剛剛提到的 陳奇很像 其實很像 是現在顯卡 然後比特幣概念股都滿強的 對那當然就主要是因為 美國商務部現在態度已經放軟了 那我覺得那邏輯其實很簡單 因為呢 中國大陸的市場佔回答的營收 是高達兩成 你要他這兩成立刻不見嗎 不可能嗎 那其實相關的一些概念股的業績都會受到一個影響 對 之前是連顯卡也禁 對 對 3060那些都禁掉了 很誇張 對 所以顯卡他們 他們很怕中國大陸把顯卡拿去去研發那個AI晶片 去研發AI 對沒錯 所以包括立台董事長自己都說 其實目前揮答的晶片缺口非常非常大 那他們一直都有在供貨 那這個商機我想就是因為再加上昨天這些最新的商務部放軟態度 這樣的一個利多的影響 我覺得立台這一波應該還是一個想像的題材 如果我們只看前幾季的營收的話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點虛 他前三季的EPS還是負的2.72塊錢 但重點在於呢 虧損確實有在縮小的情況 11月單月的EPS已經來到了0.08元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檔股票的這個股價其實已經先漲一波了 他在11月底的時候大概是五字頭 現在是七字頭 那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看未來的一些想像空間 還有他的真實的業績 是不是能夠支撐他的股價這麼大幅度的一個上漲 好是不是有機會支撐這麼幅度的大幅上漲 好現在的股票 老師就像我講的00929的形狀 大盤就是00929的形狀 這一個也是智義老師 來者不義 對不起當我沒說過這誠意 對不起 智者不義 智者不義 聽起來很智障的說法 得來不義 得來不義 想起來了 不要吃炸雞了好不好 一直炸雞就那個 你怎麼不吃了 吃完了 沒有我要講 其實我覺得剛剛燕麗姐說不吃炸的東西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燕麗姐你可以換個角度思考 這個是用油煮的只是油放的比較多 這樣感覺有蠻好的意思 我實在不好意思吐槽你耶 其實油有分好油跟壞油 對 還有普通的油 我們今天雖然是財經節目 但是財經還是可以聊一下健康嗎 你可以講一下 因為有錢人都在目身體健康 是啊是是 居講來吐吐吐吐一下 那我不太確定他這個油是什麼油啦 對 所以明哲送你 好謝謝謝謝 燕麗姐決定明哲保身 收收收收 所以 明哲保他的身份 對 講股票了嗎 好股票 我也很做健康耶 我年紀輕輕我現在已經在降膽固醇了 對啊 有些降膽固醇藥我也在吃 對啊 我都是標準的啦 我除了遺傳疾病之外 其他都是標準的 因為我聽說最近有那種 有一種學說是這樣說 一派說法是說 其實你只要家人有撞風食 其實你膽固醇要降的比起來更低 那是靠體質或者是靠食物是沒辦法的 因為70%就是天生的 對啊 所以這扯遠了 所以燕麗姐其實真的難怪身材那麼好 來 那個 來者不善 然後展福不易 是不是 我忘記什麼成語老師 致意 扯遠了 好其實呢致意就是一家好公司 基優的網通股 其實它過去幾年 每一年的會議大概至少都是8塊9塊 那今年前三季呢 是賺了是7.98元 我看了一下外資的最新的評估 我認為今年至少會賺10塊錢 那明年大概是12、13塊錢 那我想就是 如果我們換算它今天的股價 本益比其實我覺得 短線上已經漲上來了 但本益比如果我們用明後年的本益比來算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太貴 因為明年EPS 因為現在漲上去 你會覺得已經有點本益比高 可是如果明年EPS就還好了 就是用明後年如果是賺13塊以上的EPS來算的話 你會覺得它其實也沒有那麼貴 假設15塊就12倍本益比 對我覺得重點是在於它更於印度市場 那印度現在它整個那個網路的商機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商機 然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印度指數其實呢創的歷史 近期很強喔創的歷史新高 然後呢包括鴻海 包括很多的蘋果的供應鏈廠商 都去加碼印度 所以我覺得對網路寬評這一塊 我覺得對這個相關的 這個廠商的供應鏈概念股的業績 都是大有展獲的 好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一些標股 對 智義跟那個華通 都是00929的形狀 那台股也是00929的形狀 這邊應該正在講華通跟智義 是00929裡面的概念股成分股 好不好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謝謝老師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來來來 跳進來 你來你來你來是不是 你來你來 現在是好的OK 00929創歷史高 要謝謝0056 哇兩個變好兄弟喔 真的耶 而且這個老師你這個標題下得好 這個等於是 那個點閱率的流量密碼 就是00929 對不對 跟0056 而且聽說 後天0056就要新增股 要新增成分股 應該說要生效了 你他避漲地律要再發揮 這種福利者在講 常常都在講 我們常常都在講 我上次好像也是講避漲地律 對對對 也是我耶 也是你喔 所以你看老師你告訴我們好多秘密喔 而且 00929 對不對 那個今天來看一下 這個00929 創歷史新高 要感謝0056 真的假的啦 為什麼 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不是為了點閱率 才說這件事吧 當然不是啊 我們就已經幫大家研究過了 為什麼謝謝0056 對 你看一下喔 現在0056 新增了成分股 有一檔 剛剛好 就是00929的 大的成分股之一 是哪一檔 起雞嗎 就是起雞啊 起雞啊 所以今天我們才吃起雞 才吃好幾家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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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哲老師吃起雞啊 好開心啊 你又叫你憲民雞喔 應該第七塊吧 第七塊 你還吃了下去你不會膩欸 不是我要講 我其實不是很愛吃東西的人 但是 不是 不是我為他健康把他收走 不是我們是 我們是不喜歡浪費糧食的人 我的雞也趕快拿走 我們那個飯都會吃到最尾巴這樣子 都不會剩飯 你說好說我們來福利社來多次要減肥多的 失敗了 沒有覺得我比較瘦嗎 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Coco他有沒有瘦嗎 我就要變胖了好不好 你知道嗎 Coco我今天還說Coco你是不是變胖了 一比Coco瘦得要命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熱 熱脹忍縮 那Coco怎麼沒有脹呢 他有脹 只是在我旁邊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脹 對啊對啊 硬要說我們脹 有啦有你最近有脹氣啊 我有脹氣 有脹氣 好啊所以呢 我們那個0056他新增的成分股就是 起雞嘛 對 那他新增之後 0056就必須要去買起雞 我還覺得名字老師很好笑 你不要吸引啊 你可不可以 你為什麼 我要把他吃完啊 你食物在前面你真的幫他阻擋他 你可不可以讓他好好的吃 你可不可以讓他好好的吃 對不起 你一直在吸 你讓他好好的吃嘛 不是他真的食物在跟我一樣 食物在前面一定會把他砍救 一定會把他結束 我的先拿走一點 遠一點 拿走拿走 好 對不起好 00929跟0056要認真謝謝他 因為他們 因為0056有新增一個什麼成分股 是 叫起雞 起家雞的起雞 那他新增了成分股他就必須要去買他 對啊 所以 要謝謝0056 對啊 0056買了他之後就不會把他拉起來了嗎 買了起雞之後起雞噴起來了 起雞噴起來之後 00929不就又再長起來了嗎 因為00929的價值 他的那個 成分股的價值被提高了 但是00929他就長上去了嗎 對 長上去以後那就有人追這個價了嗎 對 大家都在追這個價 大家追價 除了起雞這0056買了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下星期二 12月19號 是 他要除息 00929要除息了 那他既然漲上去的話 大家就很多人 更多人去想去買00929 而且他有很多人就想要參加他的除錢席嗎 對 就本身就很多人買了 對 那大家如果說 買了以後 除息了以後大家都賺到那個席了 結果又填席又漲上去了 你有這個錢 你又賺到錢 你會不會想要再買00929 是 對啊 那00929就有可能會繼續向上漲啊 而且尷尬的是 你講是除息後 除息錢就一直拉了 對啊 所以更多人要參加除錢席 對 所以更多人參加除錢席以後 然後不好意思 手上有很多錢 那00929只能再去拱這些股票 對 難怪00929長那麼多 老師我看一下 00929 長這樣子啦 這像一季也股嗎 這不像 這好像標股啊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他成分股 我們剛才講的華通 再看一次華通 剛才介紹華通吧 華通在哪邊 看一下 華通在他走 在那個成分股第幾大 他是華通拉遠一點點 這個也是 五 一路走 對 好 四華通是第五大的成分股 老師 第五大 看一下 是不是 你剛好介紹 剛好介紹一檔股票 致意 致意 來看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 來看一下三葉 致意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也 第十五大 老師致意走勢圖 3596致意 噴出 難怪 噴出 老師原來今天台灣股市都是00929在噴的 很誇張很少看到一全部 因為我 我基金 技能就是這麼多錢 怎麼辦 就是要買啊 買成分股啊 那我只能買他的成分股 我再買啊 你叫我小學心得我也不知道 按照比重啊 哇這個這個密碼真的厲害 而且老師你重點是你除了這些 你發現這個秘密以外 還有一件事情 你也說 因為00929漲 要謝謝0056 因為0056也有 怎麼樣 也要成分股 也要成分股 而且新增成分股就是 就是00929的起雞 6285起雞 也一起拉 買了以後起雞就一直向上拉 那一直向上拉 就帶動00929它的進值向上 進值向上它的股價 就跟著向上了 好老師 6285起雞什麼時候新增 最近啊不是15號就要成效了 就是禮拜五嘛 禮拜五嘛 好不好 欸老師有美女有問題 老師那如果這樣子在禮拜五以前 勇敢的敲起雞可以嗎 我覺得是可以 哇你這個很刺激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可以 長那麼多 可以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覺得可以 可以適合單衝 啊單衝晚上還是晚上很難猜 我覺得 在講錯 因為畢竟 畢竟 短線上漲了三根了嘛 欸對啊 那漲三根的話我覺得 短線上還是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但是你的操作區間的話 就要設定比較短一點點 你不要再想說20%了啦 就只剩兩天而已啊對不對 對啊我是覺得 那就要稍微留一下 但是長線還是看多的 也許整理震盪一下 大家可以在進場下去追啦 而且 老師聽說你要做個表格很特別 你說00929展是要謝謝0056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在走私圖 這顏色代表是他新生成分股嗎 對 老師那紅色是什麼意思 紅色就是代表0056跟00929共同都有的成分股 因為0056禮拜五要調整這些成分股 還有調整權重嘛 對 所以一起調也會影響00929是不是 當然啊 你想想看 假設00929是一個阻力 0056是另外一個阻力 兩個阻力一起拉抬的話 你覺得這個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00929是除全息 賞物進來 然後我不得不再拉 對啊 然後0056 我是因為本來禮拜五就要生效了 對 所以0056跟00929來拉遠一點點 這是紅色的嗎 對紅色的 哇有幾檔 有好幾檔 18檔嘛是不是 我們福利社特別幫大家給整理出來 18檔相同 哇我們福利社大家一起整理 這邊真的大家要造起來把那個 兩個都持有的有沒有 粉紅色的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兩個阻力就是 兩個ETF就等於兩個阻力 兩個阻力都在拉抬 你不覺得這個籌碼就是非常的強 最熱門的股的ETF都有了 所以你看我們福利社真的 我們不只是哪邊有話題有蹭他 可是我們是有邏輯的告訴大家這些秘密 所以你看一下兩檔都在拉的 就這幾檔都很強勢 1929現在新增 現在成分股裡面沒有一檔是弱的好不好 對 真的很誇張 台灣不是最強的 都是0099成分股 都很強的情況之下 兩檔都有的 大家就可以更加去留意 啊我們節目有搞笑有專業 然後謝謝你 所以有18檔跟0056一樣嗎 對啊 0056要生效啦 而且0099要怎麼樣 下個禮拜要出全席 好多賞戶要參加出全席 好不好 好因為他是唯一檔月月配的 對 其他有第一檔月配 也是唯一檔到現在還是月月配的 其他有月配的怎麼樣 要明年再說 對 因為什麼 因為不給他那個平準金制度啊 對 現在是這樣子啦 現在是這樣子 目前為止 所以繼續活樂 好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老師那0056 聽說就是12月15號 要生效了嘛對不對 對 12月15號要生效 老師那時候這個就是 056就是靠這個負時指數 負時指數 的調整 然後一起去跟他生效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嘛 一起生效的 對 有像這種指數 調整股票的話 欸這對我們來講 都有可能是利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股票也許就是下一檔的標股 而且幣展定律 對 你看一下到目前為止 對了然後全對 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台灣中型一檔 台灣中型一檔 台灣中型一百的部分 就這幾檔嘛 奇基中華 神基 達巴其實都很強喔 都不錯啊 中華這件產很強啊 我們都有講啊 MG的車子啊 對啊 這有跟大家講 我們福利商每天都夾他內裝 台灣高 台灣高股席的指數的部分 有這幾檔 奇基 華新 神基 中寶科 還有振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指數 有沒有共同都持有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0056跟0050 都共同持有的話 欸會比較標欸 那這兩個指數 都共同有被調整的 欸那是哪兩檔 你會發現就是 奇基 神基 奇基跟神基 他們兩檔都有啦 難怪奇基這麼標 因為兩個啊 就變成三個主力了啊 對啊 這個中型100指數 是列入元大中型100 規模比較小啦 不過也是個小主力嘛 對沒錯 一大主力一小主力 難怪奇基跟神基 今天都標啦 而且我們福利商那時候講喔 我們來看一下 VCR 好像有兩個是重複齁 奇基跟神基 神基跟奇基 這兩隻基記起來 有列入中型100 跟高股席的 是 這兩個加持應該 長期率也更高一點 哇 是 除了你有講那個必展令率 另外一個跟你一樣 是183 Club的 也有講啦 可是不是你啦 愛的人不是我啊 那可能不是你啦 那可能戴眼鏡啦 而且膝蓋比你好 膝蓋比我好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新增的成分股 真的很容易帶動個股 標起來啊 而且我們都可以 一路驗證 我們那時候 重複剛剛有看到嗎 我們說奇基跟神基 是最容易展的 因為兩個都有嘛 我們看算頁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所以兩個都有 大家就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剛剛有給大家說 要特別照相去留意嘛 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必展第一 老師你說的再發揮是 只要列入這些 這個 負值指數的成分股 都有機會 對 就期間都有機會漲 對 都有機會可以賺錢 對沒錯 可以一波散展的一個行情 對 好 那如果大家還不相信的話 我們可以持續幫大家驗證 再驗證 9月 那時候我們怎麼說的 從3月 從3月開始喔 負值 調整 指數的調整你看 兩檔嘛 台灣50 華興 台灣中心100 南電 期間最高漲幅一個8.7% 一個4.4% 都漲了 勝率100% 宣告日到生效日的期間漲幅 都有漲 對 時間讓你落跑 勝率100%嘛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 好再下一個 6月份的部分 雖然說沒有100% 但90%也是很驚人耶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6月的時候呢 負值指數的調整 包含台灣50合作 漲5.1%嘛 那中心100的部分 只有一檔 稍微小跌了 稀利吧 小跌0.3% 那也不算啊 也還算不錯啊 是啊 三陽的部分還漲了12% 中心面漲了9.4% 那我們再看到下面 巨陽還漲了18% 永鋒魚 永鋒魚耶 趙子的 是啊 都漲了15%耶 是啊 趙子有什麼想像空間 有啊 趙紫龍啊 好坑啊 沒有啦開玩笑啦 想到政治了不要開玩笑 不要再講到政治了 趙子到時候被人家討厭 對啊 所以永鋒魚的部分 也漲了15% 所以非常強啊 都非常好 都9成勝率已經夠高了吧 再來你還是不信嘛 那我們就再看看 來9月的部分 9月的時候 負食指數調整勝率是100% 每一個只要列入 台灣50或中心100的 因為負食指數調整 它會 它有增加那個 有調整那個中心100指數 跟那個 0050的指數 對 台灣50指數 全部都漲啊 都漲啊 都漲啊 那比較強的你看一下 材料 20% 萬海 萬海陽明 你看今年最強的是這個時候啊 對啊 萬海陽明也都漲了15 跟12.7% 你都不相信航運類 國會漲了 結果他就漲給你看 所以老師你看 369都有 難怪12月我們那時候先預告的喔 對 12月現在回頭看 你看還剩兩天 可是現在已經大獲全勝了 你看 有漲24%的 有漲21%的 哇還算今年裡面最強的 對啊 所以你看福利社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你看福利社有沒有學到道理 你看你看今天很多股票 很多財經節目 可能沒跟你講 哇我今天什麼 滑通也好 智爺也好 企機也好 他可能介紹一些股票 可是他不知道 重點是因為00929的關係 沒錯吧 因為00929要除全息 很多賞物 哇進場買 然後也拱了他的股價 然後拱了他的股價以後 哇 因為也售0056跟00929 有18檔都一模一樣的股票 18箱送 送你一家 起家機 起家機 對 起家機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那既然這樣 0056還有什麼必展地率 這邊股票還有什麼還會再漲 我們就幫大家找 0050 各位對不起不是0050 0056跟00929 都共同都有的成分股 幫大家挑起一張 這不錯喔 來介紹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可以看到聯發科的部分 聯發科很強啊 那他有什麼利多提倡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 博通漲勢真的非常的強勢 那為什麼跟博通有關 你會發現喔 明年 明年的話 各家手機廠還有筆電 他們都要推那個Wi-Fi期了 那Wi-Fi期的部分 聯發科已經拿到訂單了 這拿到訂單 雖然說不多 但是這有一個象徵性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因為過去來講啊 那個Wi-Fi的這些網路的晶片 都是被博通給寡佔的 獨佔的 那現在聯發科竟然能拿到這個晶片 的就是四佔率 就是已經打出去了 所以我認為 聯發科後續的營收跟獲利 會持續的向上放大 因為總是不希望讓博通獨大嘛 比如說像蘋果也跟聯發科就是要訂單啊 好所以呢從股價的部分 來股價的話 這個股價在這邊整理了一陣子了 整理之後呢 今天呢大盤震盪 他照樣收盤價再收新高 也當然跟00929是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收了新高之後 而且這幾天還有很多重要信息 在聯準會利率會議發佈之前 他就率先再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明天後天再創新高的機率會非常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而且他也是一張高價股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他太貴了 可以買零股嘛 零股交易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聯發科 好可以留意一下聯發科 好下一張股票我們快速看一下 來 光寶科也是0099跟0056的成分 對我們時間拉長一點點 拉長一點點你會發現他打底其實打很久了 這邊呢假跌破跌了 就是跌破了到100塊 這個就像另外一單偽創 另外一個合肌頂嗎 不要這樣說嘛 人家打底打得很久打得很辛苦 是 玻尿酸都打了 PRP也打了 外密體也打了 外密體也打了 所以呢我覺得光寶科 他膝蓋那個沒有換人工膝蓋而已 好那我們還是講一下他基本面的部分 他基本面他是做電源供應器的 那他其實他已經打到資料中心了 過去他的那個資料中心的市占率都是個位數 現在呢他的市占率已經高達三成了 好未來會越來越多 那明年呢AI會我相信明年會大爆發了 那他在這邊整理已經整理非常久了 都守在110塊之上 那今天的部分呢他已經站穩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他已經站穩了那個月線了 所以月線的部分站穩的話 我覺得最近這幾天都有機會挑戰前高 大家可以留下這檔比較低位階的股票 如果說 那最後因為你本來就要講企機 我剛才直接問掉了 那企機你覺得這兩天還會在 你這兩天你不敢預告 雖然還會漲可是不知道漲幅多少 可是中長期你覺得企機呢 我覺得中長期企機是可以留意 未來是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只是呢因為他已經連漲三根了 那我認為他會稍微震盪一下在160附近 震盪一下修正一下指標 大家可以觀察 轉線乖離過大因為他是牛皮股 拉回 可以記得一件事拉回以後 他這次又是00929也是0056的成分股 對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上去 對還有機會再上去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我學到東西了 你有沒有學到東西呢 金點老師 如果你看你想要找個高幼帥 然後能選標股 然後剛好膝蓋不好的 小老鼠GD1788 想要他選的股票 跟他的脾氣一樣容易爆充的 小老鼠GD1788 除此以外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上一線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244教學影片 謝謝大家我們最近點閱率又創新高 新高囉 突破10萬以後 哇謝謝你們 謝謝歡迎 瘋狂股市福利色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哇讚耶 這個很重要啊 拍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是